蘋果新手機iPhone 5S跟5C今天正式開賣 在台北新義區舉辦首賣會 而一如以往現場排了好長好長的隊伍 等著要買新手機 而當然呢就是金色款的5S最夯 開賣不到十分鐘就熱賣玩銷 而排在第一位的民眾說 他昨天晚上十點就提早前來排隊 我們來聽聽他怎麼說的 大概晚上十點多 對 那其實第一個拿到的感覺就是 我終於可以換手機 對 因為本身手機壞掉 會不會覺得單機價比往年貴了一點 無傷大雅 對 還可以接受到沒了 為什麼不會想考慮5C 5C的話它的色系比較屬於女生的色系 對 那質感的話其實還好 那規格跟5一樣 所以就沒有什麼太大的意外 今天早上八點半不到 收賣會門口就大排長龍 有的上班族甚至是請假來排隊 為了要彌補預購不到的遺憾 現場還有民眾為了拿到 賈伯斯的紀念T恤跟同事相約 一起穿上自己想買的手機顏色 有的事情 那就是他要萬有的 經營 簡短的事項目 有的事項目 有的事項目